本节将介绍如何设定兼具规则 先透过show element的方式,可以查看要设定规则的这些nets属于哪个netclass A4,A5,A6,A7这些nets属于netclass 接着打开constraint manager,找到spacing 在spacing constraint set这边新建一个15ml的兼具规则 规则建好后,找到15ml space对应的栏位,设定好value值为15 切到netclass to class设定规则 A组用15ml的兼具规则,AD组用10ml的兼具规则 透过走线命令来检验nets是否应用设定好的兼具规则 先走A4,A5这两条net 再走AD3和AD2这两条net 走线完成后,可在Display选择Messure来测量走线兼具是否符合我们设定的约束规则 可以看到A4和A5这两条net的兼具为15ml AD3和AD2的兼具为10ml,符合要求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 Memes 看 imprisoned Pro billion